這裡是橫濱Yokohama 這是個圓形的路橋 這原來是一個倉庫 現在改造成為新的利用 等一下會去看看 我找到拉麵館之前 大家先在這附近繞一繞 來 愛坐,還要休休休 背面博物館 背面博物館 2011年開張的 本地是要找拉麵 叫我先找的這間叫做背面博物館 這間叫做背面博物館 我沒有壞 我沒有壞 他沒有壞 在這間叫做背面博物館 請客 這間叫做背面博物館 高校生以下無料 不過呢,500是入門票 進去要消費,還有另外付錢 它這個票使用QR Code 然後呢 它這邊有一個 掃描的地方 它就進去 現在這個裡面,你可以看到的 全部都是世界各國的杯麵 那為年代開始拜起來 這次大概是日清拉麵 日本人,上市的日本人歡迎 這是台灣的,統一肉燥麵 這是康師傅啦,上品啦 這是康師傅啦 他就是安藤百福啦 那市長他是 從台灣來的 安藤百福他的 大家的經歷啦 不過他沒有 他在這裡沒說他是台灣人 這是安藤百福 他的寶墨啦 墨寶啦 每一個元旦 他都會下一個新的 日清給大家相勉勵 這是他的杯麵藝術啦 好 這裡全裡面都要記錄到 他經過的過程 在這個發明的前夕啊 是 這個 很多人啊 國藝的戰後嘛 沒有 沒有東西吃 當百福呢 就開始 想說呢 怎麼樣發明 這個簡單的 可以給人家泡的啦 這個是 當時他的研究的小物體 人類 以後 上了這個 太空要吃什麼呢 他在2005年 就已經 就已經發明了 2005年的 太空 泡麵包 看到了嗎 那你吞了嗎 還不錯 你是 已經被列為 20世紀的 60個英雄之一 注意 注意 安藤百福桑 這間是讓你看看 這個麵是怎麼做出來的 裡面有 這個器具 要跟你說明說 這個麵 當這個 底部泡麵是怎麼做的 這就是把這個 放在鍋子裡面 這就是一個示範工廠 給你聽說 泡麵是怎麼做的過程 在這裏做出來的 在這裏做教學 讓你更愛泡麵 買它更多的泡麵 今天最上層 有一個 眺望的平台 可以眺望整個海港 變成功 一看 很安靜 我們畫一看 一看 一看 我們畫一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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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